扶桑號列車穿越山林 就在前方彎道出狀況了 先是車廂上下晃動傳出咔咔聲 然後車窗玻璃碎裂好像壓到東西了 出軌了試車程序被迫終止 這是嘉義阿里山林鐵塊木列車扶桑號 23號上午10點多通過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列車壓到石頭導致車輛連接器損壞 推測是列車行進中石頭噴進護軌和主軌之間 導致第二車廂車輪壓到石塊 一切人員都平安無事 只有車廂的連接器有稍微受損 然後整個戶軌作業也在12點40完成 扶桑號使用紅塊和台灣扁駁打造 六輛赤資6500萬元 歷史兩年多完工內裝升級窗戶變大 今年3月20號風光試車 5月23是最後一趟試運轉 原本預計8至9月對外營運 這計畫可能會因為壓到石頭出軌而延檔 先前還有人質疑扶桑號品質差是拼裝的 車子本身目前的設計都是朝模組化 所以基本上它是安全無語的 本次的出軌也跟扶桑號車廂本身的 行車安全性並無直接的關係 森鐵狀況受到各界高度重視 沒想到最後一次試車卻出現狀況 至於列車是否是因為壓到石頭而出軌 為何壓到石頭會導致這樣的問題 一切人在調查中 八達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